道理越講越明白 真相越滑越清楚 這裡是越講越有理 大家好這裡是越講越有理我是七口 今天石頭繼續和路橋拍檔 路橋你好 你好大家好 中共的五中全會結束了 也發了公告 以中共中央名義開了新聞發佈會 其中財委會的韓文秀 提到了非常敏感的美國和中國之間的脫鉤問題 他說中美作為全球兩個最大的經濟體 兩國之間的經濟聯繫 是由雙方經濟結構的互補性 和全球經濟開放性所決定的 徹底脫鉤根本不現實 似乎他說了這一段話 最後那句話才是重點 我們今天請路橋和我們分析一下 中共的五中全會 開完了之後 究竟有什麼內容可以讓我們看看呢 過去兩個星期 我想大家都非常注視美國的選舉 我們所有的新聞或者評論 大部份是圍繞美國來說的 但是其實在中國開的所謂的 第十九屆五中全會都是重要的 那是一個窗口 雖然它很多東西很隱密 剛剛跟美國相反 美國你看看什麼都很公開很透明 但是在中國來說就不同了 中共他們的會議經常都是非常之黑箱作業 不知道他們說什麼 但是他們的會議公佈 總都是會透露一點點的消息出來的 所以我們今天花點時間去了解一下 中共面對這個世界 這麼大的變局 他們打算做什麼 但是挺令人失望的就是 你發覺他們說的話 一點都沒有新意 沒有新意? 指的是哪一部分? 其實我怕的是他們有惡意而已 是看不到他們這些人 有些什麼對內外的政策 內外的環境 形勢有什麼檢討 或者有什麼解決的東西 總的來說就是 講一下他們自己裡面的東西 但是真的好像 一個人好像躲在沙堆 他不想看外面的世界 他只是想看著沙堆 給我的感覺是這樣 那究竟他們這次開會 具體是講了什麼? 或者習總得到了什麼? 現在講一下他究竟 透露了什麼訊息 有些他講的他不講 第一個我想習近平 可能認為是五中全會的 他的最高成就 是什麼呢? 就是沒有接班人 有就慘了 他是沒有接班人 沒有說到有接班人的 完全沒有提到的 有很多人就說 可能是到六中全會 你知道每一屆 在中國大陸來說 那些中共高層 他每一屆都有七個全會的 很多時候 五中全會 就是討論人事的變動的 譬如歷史上有八次的五中全會 都涉及到人事的調整的 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的 譬如毛澤東 第一次成為政治局委員 就在五中全會 華國鋒失勢 鄧小平退休 江澤民接班 陳希同落台 和習近平接班 都是發生在五中全會 但是這次來說 是沒有這件事的 我想最開心的 肯定是習近平 不過他可能也有些事情 不是那麼開心的 就是很多人要傳 在這個會之前 他想成為 好像毛澤東 這樣的黨主席 終生黨主席 這次來說 似乎也都沒有實現到 完全沒有公告 這是第二樣 第三樣 就是很明白清楚 中共未來的五年 是用計劃經濟的 計劃經濟? 那就走回以前的路 很多人就留意到 就是民營經濟 是完全沒有提到的 非常之可怕的 以前一定都會提一提的 譬如說它是什麼 總要組成部分 地位不可動搖 這些東西 都會說幾句 但這次是一點都沒有提到 大家應該就很清楚 習近平的計劃經濟 是要朝著國進民的那條路走的了 他這個計劃經濟 真的是共產黨的那一套 計劃經濟 就是黨控制一切的了 是不是這些民營經濟被中共控制了呢? 中國的經濟就會騰飛呢? 或者再次騰飛呢? 其實在這個時候 它要去騙殺民營經濟 其實都是自殺的 大家都以前都聽到很多 民營經濟其實它對就業 一個企業它有其他很多的 外圍的 小一點的企業去支撐它 民營企業是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百分之七十的就業是來自他們的 但現在來說它居然就是沒有提他們 大家都覺得是相當恐怖的 另外第四它就是想成為科技強國 它的科技自立自強 就成為他們經濟發展規劃中一個很重要的戰略方針 那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這個都不用我講得太多了 之前的華為、中興、騰訊、中芯 這些這樣的企業全部被人斷了芯片 不是斷芯片 就是斷了它要製造芯片的那些的設備 所以現在來說它根本就走不動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所以它們又說要做科技自立自強 就是在它最弱的時候 在這方面就做一些補救 但是好像任正非 我們以前都講過它說的話 就是說 你要真的打造一個科技強國 不是說你有錢就可以了 不是說你狠心房九萬億就會成功的 還有就是你整個中國大學的或者它們科技研究院的 它們的學術文化很可怕的 就是譬如說它們很注重這個意識形態 一定要學習近平思想 另外就是譬如說 現在香港都學到了 要去告老師 要在課堂上 看看老師有沒有說錯話 說一些不合聽的 或者不合中共聽的 就是告他們 然後就嫖妾 就是偷了 然後就是造假 民憑造假 很多這些東西 那些個個都是想著 賺快錢 短期之內 怎樣飛黃騰達 所以你真的要做科學研究 是中共沒有辦法有這個環境 就是它說就是這樣說 就聽一下 第五它就說它要加強這個練兵備戰 成為一個軍隊現代化的一個這樣的國家 不過它就沒有說練兵備戰是去打台灣 或者是去跟美國打 但是呢 他們的軍隊現代化呢 就是一定會做的了 那也都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的領導 這個我們都看得到 他們最近在台海呀南海呀 就是在做這些什麼 那麼在台灣和香港問題上呢 就大家都可能會鬆一口氣 就說 台灣呢 他們是想推進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 你記得這個四個字 所以台灣呢 但是你無論它怎樣去民工武嚇 都是不會打得成的 它這裡也都是定調了是一個和平發展 那麼就在中共五中全會落幕那一天呢 中共軍方公開對美喊話了 叫它要求禍那樣的了 那麼就說希望呢 美國減少敵意 然後呢 就也都有一些東西 也都挺戲劇性的 前兩天 今天28號和29號呢 中美兩個軍隊呢 就舉行了所謂的危機溝通工作 視頻會議 也都打算呢 就是11月中呢 以視頻會議的方式呢 就開展2020年度 中美兩國的軍人的人道主義救援 這些這樣的活動 那麼還打算年底呢 兩軍呢 又會舉行這個海上軍事安全 視頻會議這樣 那所以你看一下就打不成了 這件事我覺得是一件好事了 川普從來都不喜歡打仗的 如果真是打仗 就是對台灣來說 都是一件很大的事 就香港來講呢 就是只有13個字去形容香港 致力保證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就是這麼多了 你認為中共為什麼要這麼說呢 言外之意 就是將香港已經不當作是什麼了 大家記得 以前來講 香港的篇幅 是相當大下的 每一次講到香港 就有一套套話會講的了 什麼一定要進行 一國兩制啊 很多這些所謂的套話 但是這次是沒有的 這個也都是符合了 我們上次所講的 習近平南巡的時候 他就講了要將深圳打造成一個科技和經濟的龍頭 就是一個 driving force 他用引擎這兩個字 那就是要將香港撥在哪裏呢 我不知道這件事是好事還是壞事呢 未必是一件壞事來的 第七項呢 他都說要在2035年呢 將中國變成了一個創新大國 在各方面都變成一個創新大國 在科技啊 文化啊 軟實力啊 教育啊 各方面都成為一個所謂的這個這樣的大國啊 做不做得到就不知道了 大概這個五中全會呢 如果你有心機去看他的那個會議公佈啊 你去看 加起來大概就這幾個重點 剛才你聽了路橋說了這一次五中全會裏的一些重點內容 那裏說到一樣東西呢 亦都想提醒一下或者是說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那麼中共一直在說著的這個所謂自主研發也好 自力更生也好 其實它不是說它自己去做 只是說它呢 就以後根本不用說給你知 它又拿了你的技術之後呢 就當自己的 那麼那個叫自主研發 那麼這個呢 這些話語系統有時間啦 石頭會跟大家解釋一下的 挺好笑的 路橋你剛才講了五中全會的這些這樣的重點 你有些什麼看法一下 在我看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有個這樣的圖畫出現 就是習近平呢 就自認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了 那他就是自己是個舵手 拿著他那架這樣的從烏克蘭買回來的二手的 雅良格號那手這樣的航空母艦 那麼在這個茫茫大海裡呢 那就帶著中國呢 那就去出發了 他沒有想到整個海面其實都被人封了的 但是他不知道 我認為他不是不知道封鎖了 而是他認為這隻航空母艦 是無見不趣的嘛 再加上了這個馬列主義 武裝起來的思想 就更加是 所向無敵嘛 在這裡十句笑話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會出現這樣的圖片 或者就是我表示了我對他那個不自信那種 或者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根本就不認識情勢 或者是心裡只有自己 他是舵手 最重要就是他是舵手 其他都沒什麼所謂 可能都代表了我對他的一些這樣的看法 所以我剛剛才為什麼說他用了馬列主義來武裝自己呢 最後自己都不懂得自己了嘛 他心口裡面就是一個用字而已 在五中全會他也沒有說到很多東西 有很多東西當然不說 剛才石頭說到這個美中關係 其實美中關係來說 他當然是說到不想跟美國抹臉 但是其實在美中關係的著墨都不多的 非常之少的 他沒有說到的就說 就是習朗普真的很厲害 川普真的很厲害 一掌就將他打入回到內循環裡面 這個計劃經濟也好 改革開放也好 經營了這麼多年的經濟 就是因為跟美中關係那裡不行 所以一下子就要被人迫回到內循環 內循環是挺可憐的東西 他所謂的內循環 雙循環 再聽清楚就說我沒有符了 我現在沒有辦法了 我只有用這個自己來 我們靠不了人的 人家都不會給我們的了 我們就自己來 他都說得挺對的 就是他這種所謂的循環說得很對 因為現在根據消息的來源就說 百分之六十八的外資都要離開中國大陸 那個供應鏈是沒有的了 走的了 現在另一條新聞很多人都注意的 就是說很多中國人是偷渡去越南打工 結果就在邊房那裡被公安、警察抓回來 還說在那裡要建牆 這牆和川普那牆是很奇怪 川普那牆是不讓人進來 但是中國這牆就不讓中國人去越南打工 你想想 越南不是去美國打工 是偷渡去越南打工 你就可以想像中 其實他沒有說到的 但是五中全會就說我們的經濟差得很厲害 沒有了訂單 沒有人再來投資 我們的工人是失業 我們沒有辦法了 當然他沒有說到另外的一樣 就是蓬佩奧現在做的那樣 蓬佩奧這幾天就是撲撲封塵 他真是馬不停蹄 這個人我真是很服他 川普在國內就如火如荼 那些造勢活動各方面就是 非常之熱烈 但是蓬佩奧很冷靜 也都不是那麼高調 他默默地在五個國家 亞洲的五個國家裏面遊走 那大家我想都可能看到新聞的了 就是他首先在26號 蓬佩奧就和國防部長ASPA 和印度的官員和他們的國防部長 就在那裡聊天 在那裡商談 那他們主要就是看一下 除了這個印太的戰略之外 我亦都看一下在東南亞地區 在經濟和軍事方面呢 是可以反擊到中共的 蓬佩奧也都和印度簽署了很多個協議 這些協議其實就是正常化了 以及正常化了他們前一排的四國的 你記不記得印度、日本、美國和澳洲 他們的所謂印太鑽石聯盟的談話 正常化了 這個被稱為亞洲的白藥組織嘛 那以後可能還會把台灣拉進去 然後蓬佩奧又去了印尼 印尼人口很多 經濟增長都很強的 但是它被中共滲透得很厲害的 跟美國一向都不是那麼親的了 這次蓬佩奧親自去訪問他們 想和他們建立一些關係 也去了斯里蘭卡 斯里蘭卡的問題就是窮了 窮得很厲害 窮到2017年要將自己的漢班托塔港 租給中國一家企業99年 這次蓬佩奧去到提供很多的援助 這些援助是捐款 而不是說借貸 馬爾代夫就是一帶一路裡面的 負債累累的國家和斯里蘭卡差不多 所以訪問他 希望美國在馬爾代夫開一個大使館 去越南 越南是最後一站 越南最後一站本來沒有計劃的 是最後一刻自決定的 慶祝美國和越南建交25周年 我覺得他去到越南 其實除了軍事上可能有少少的交流之外 可能更多的就是看看越南 怎樣可以代替中國工廠的部分 印度一定是這樣 斯里蘭卡也是這樣 中國工廠將會完全被其他國家瓜分 那麼馬爾代夫和斯里蘭卡就是一帶一路的債務問題 蓬佩奧想看清楚一點 還有為這些國家提供了一個出路 國務卿蓬佩奧這樣的走訪路線 其實很明顯是對著一帶一路來的 另外也看到這些國家其實都是比較落後 或者比較窮一些 其實他們那個成本如果製造成本是降低的話 代替中國那個生產大國的供應鏈 其實是有可能的 只是需要少少時間的一帶來 其實說得清楚一點就是蓬佩奧 就是明明去叫你長腳的 就是他擺明居馬就叫你長腳的 這些國家和中共一向都是非常惡切的 國務卿蓬佩奧雖然很忙 但是看到他也似乎很關心香港的事情 遊走這幾個國家期間 仍然為香港的學生動員召集人 中漢林三名港人就發聲了 有關中漢林的消息大家都很清楚了 如果看香港新聞就不用我這裡多說 不過我覺得美國在這方面 可能都還要做更加多的事情 而不是只是講幾句話 我希望蓬佩奧等到川普的這個競選塵埃落定之後 對香港有一個更加明顯的和具體的政策 特別對這些求助的人 我們都聽到有四位朋友 想入美國領事館 在香港的美國領事館 結果就沒辦法進去 這些都是要去澄清的 以後應該怎麼做呢 香港應該怎麼做呢 不過這個是外話了 我們回來再看看五中全會 究竟有沒有一些受關注的內容 又或者是中共想避開的內容呢 根本沒有說的了 五中全會沒有說到的呢 就是這個整個的疫情 武漢病毒也好 中共病毒也好 還有人權問題 中共是受到全球的封殺 而這件事是中共走不掉的 它們沒有辦法去走的 特別現在剛才有一個民調 就說百分之八十的世界上的人 受到這個疫情影響的人 都認為源頭是來自中共 源頭是來自中共 所以它們走不掉 至於人權方面的 對香港也好 對西藏也好 對特別是維米族 或者是法輪功 或者是基督教 或者是任何的信仰 因為這些人權的問題 以及疫情的問題 全球對中共是越來越沒有容忍的了 可以這麼說是另容忍的了 美國最近也出了兩條議案 我覺得應該拿出來提一提的 第一條就是 說中共是一個跨國的犯罪集團 我們以前說過的 最近也有另外一條議案 就說他們這樣對維吾爾族人 是一個種族滅絕罪 這兩條罪都是很大很大的 現在中共面對這些問題 它是沒有辦法走得掉 也都沒有辦法解決的 還有當然有很多東西 它是瞞著自己人 它們自己都可能不覺得是一個問題 或者不覺得是可以承認的罪行 就譬如對海外的滲透 最近有報告出來說 習近平用600個這樣的企業 在美國是要滲透 還有又要去影響它的選情 這些它當然不會爆出來 它當然不會說互相之間承認這些是罪惡 但是這些就是絕對是中共要解決的問題 它沒有辦法解決到這些問題的話 它就沒有辦法不讓全世界去拋棄它 所以這些問題不是小的問題 最後一樣沒有說到的當然就是失業問題 這個失業問題其實影響中國人很厲害 我們最近都有些機會跟一些中國大陸的人聊天 那麼它們就覺得失業真的太嚴重 這個問題太嚴重 另外就是小生意做不成 什麼理由都好 有些很多就是因為產業鏈走了 有些因為水浸了 什麼都沒有了 有些就是因為疫情 疫情期間那段時間 有三、四個月沒有做生意 它們沒有辦法 就要將那一檔生意就蓋住了 這一點我們都其實 看看我們在海外的環境都是這樣的 所以這些問題 我覺得它們應該有討論的 不過它們公佈到 沒有說得很清楚了 這些問題對中共來說都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即它的體制一天是這樣的 一天是一個核心統治全個國家 統治14億人 它一天是這個共產黨這樣的 三百多人決定了很多的其它方面的 層層疊疊的解決方案 它是沒有辦法解決這些問題的 它不像美國 美國雖然這次在整個選舉過程裡面 我們看到它有很多的要處理的問題 但美國是一個糾錯能力極強的國家 它錯了它會改 還有它會改得到 而不是好像中共那樣 你看它這次的五中全會 它將所有的其它問題 放在那個梳化底裡面 不去看它 對習近平來說 沒有東西比他做皇帝更重要 我想這個就是他最終的 他最關心的 其它我覺得 他就會用 犧牲人民這樣的方式去解決 在這裡先說一說 石頭近期聽到的 什麼叫做人民 什麼叫做人民群眾 什麼叫群眾 在中共的話語系統裡面的分別 剛才路橋說犧牲人民的利益 其實未必是非常準確的 因為石頭近期才了解到 或者聽到這個解釋的 人民 是中共自己 剛才說的那派人 就叫人民 群眾 就是下面的矮民 矮民從來都不是叫做人民 他們就是叫群眾 所以如果準確地說 就是犧牲群眾的利益 為他們人民服務 所以中共為什麼說為人民服務呢 其實真的是為人民服務的話 是群眾為人民服務 而不是他們為群眾服務 這個是中共話語系統裡面 大家要聽清楚 或者了解清楚的一個問題 就好像在說公民社會 你從來都沒有聽說過 中共會說過是中國人 是公民來的 從來都沒有公民社會這個概念 你就是群眾 說得清楚一點 你就是藝民 根本跟人民 跟公民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你的身份證裡面 它都沒有說你是公民 只是在說你是居民 這個是石頭近期聽到的 遲下石頭會跟大家解釋一下 中共話語系統裡面的一些名詞 其實大家一定要了解 其實中共是說了 只不過我們自己是對號入座 錯了 OK 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就在右下角 點擊小鈴鐺訂閱 我們每次有新的節目都會通知你的 這裡是粵講粵有理 拜拜 詞文字幕提供